好同一这部影片让我们来看到转入的相关延伸概念 主要来自于分子生物学 所以它内容深度比普通生物学深很多 那第一个部分呢 主要是针对转入那一个地方的一些初步的延伸 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最为大家所头痛的叫做所谓RNA剪接的现象 那那边由于分子生物学学的太深了 所以同一注意哦 不管是在高中的题目 还是大学的题目来讨论的时候 大一的题目普生来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会考到这么细 应该是局限在分子生物学 只是给同学们大家认识多一点这个补充的部分 好首先看到第一个地方 延伸的概念请大家看到 共有序列 什么叫共有序列呢 就是说在不同的物种的不同的基因上 或相同物种的不同基因上 都会有序列长得非常的像 那这些很像的序列呢 有没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也许有 那个我们会称之为非同源相似 那个之后演化再谈 但也有可能是 它本身真的在祖先的时候 就是祖先演化出这个东西来 后面大家通通都有 比如说你看像原核生物本身 它会有那个TTA 好就是所谓的TATAAT TTGAGC TGACA 好这个序列 这个前面就叫做TATABOX 好那像这个东西 这个序列呢 它如果在转入区域附近的DNA序列 同测作用元件确定是在DNA的序列上 但是如果您有一些特定的蛋白质 可以跟这些同测作用元件结合的 我们称之为反测作用元件 而这个元件翻译成因子 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就像我刚刚写给大家的 OK 好 然后再来 那原核生物由于它本身 通常我们学到的叫做操纵组 操纵组去调控说 它基因表不表现 但其实 比操纵组来讲 它有一些更为深层跟复杂的部分 请大家看到B RNA聚合酶呢 它会跟不同启动子结合的程度 差异很大 好那其实它有一些启动子是强的 有些是弱的 所以强启动子跟弱启动子 会造成说我今天制造出来的蛋白质 应该不能讲蛋白质 转入出来的RNA的量 有多有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你要知道 细菌本身它们单细胞生物 对环境的那个叫做弹性 我赶快对环境有任何 机制性的反应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不能像真的生物一样 就是拖拉很久 你看它有的是一到两秒就一次 有的是怎样 十到二十分钟就一次 你看 这个强跟弱就差在这边而已 还可不可以更久 不太可能了 因为细菌真的要 及时性的对环境产生反应 好再来看到C 大肠感菌中呢 这边主要的辨识启动者次单元 就Sigma70 那大肠感菌的RNA聚合酶 它这个次单元 只有Sigma上来之后 协助它辨识 然后开始进行转入作用之后 它就掉下去了 那为什么叫70 因为它的分子量长这样 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不同的辨识次单元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有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我有可能要转入出相同的基因 然后表现出类似的蛋白质 相同的蛋白质 所以它必须有不同的Sigma 这样的辨识次单元 协助RNA聚合酶 可以准确的抓到 当下该表现的RNA 好 所以这个是很正确的 像增合生物则是用什么方法处理 增合生物就是 我们改成用怎样 近端调控源 远端调控源 还有什么 还有activator的种类 也就是所谓的特殊转入因子的种类 OK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所谓的生物学的内含子的细节 那这些生物学的内含子细节 请大家切记一件事 就是 如果考题都没有特别提什么内容 那么就是在讲 增合生物的 MRNA选择性 MRNA 简接 MRNA 简接 选择性简接是在更进阶的 好 那请问 TRNA RNA 还有那个原核生物 它们到底会不会用所谓的RNA 简接呢 在分子生物学的世界说 会 绝对会 但小心 普生课本 然后还有中学课本 出来的题目 请不要把它们列入考量 千万不可以 也没有到千万不可以 真的找不到答案 才去考量这种 很延伸的知识 或者像生物奥林匹亚那边也是 那就说考题该怎么办 已经讲给你听了 接下来就要靠你 必须在考试的时候 看五个选项 觉得该如何做 一再叮咛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好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分子生物学 带给大家的补充 那分子生物学这边说 内含子的剪接 有三种类型 第一型内含子剪接 第二型内含子剪接 还有剪接体内含子剪接 剪接体内含子剪接 就是几乎专门用来说明 增合生物 mRNA 成熟修饰的过程 OK 其他的部分呢 再强调 普生不考 中学生物不考才对 那 如果最多出来 他们比较常讲的是 otRNA会修饰 RNA会修饰 这样的情况 好 第一型内含子剪接过程 叫做 需经过 转子化反应 好 请问 RNA这个核肝酸 连成长链的核酸之后 中间叫做什么 磷酸二子剪 而这个磷酸二子剪呢 在整个剪接的过程当中 被打断 然后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跟别的地方 形成新的子剪 是不是叫做 转子化反应 所以它是很合理的一个 那个反应名称 转子化反应 就是你把磷酸二子剪 换个地方重新连接 好 那这边需要谁呢 需要一个东西叫做鸟 鸟肝当作辅音子 鸟肝会跟内含子的活性位 剪接 接合 然后再来请看 这边有写 直接看图片 比较适合 好 同学请看一下这边 我们看到 五扑朗端 在左边 然后最右边三扑朗端 那当然你要标好啊 这边是三 这边是五 然后在这边是三 这边又是五 这个样子 好 好那你看哦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事情就是 五扑朗端这边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P 然后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鸟肝 鸟肝呢 会结合到一个活性位上面去 而这个活性位 不是在阴虫的边边 而是在怎样 这边 中间的地方 结合进去 好 那另外这边 也有一个P 这就在讲粘酸肌的意思 好 紧接着呢 转子化反应发生了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鸟肝呢 它的枪肌会进行第一次的反应 跟这边的磷酸肌做结合 磷酸肌结合之后呢 这个鸟肝呢 就被跑 就离开了 就把这个剑打断 打断 打断完之后呢 接下来再游这个地方 这边再一个枪肌 再过来怎样 跟这边的磷酸肌结合 这叫转子化反应的第二个步骤 所以经过两次的作用发生 那你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叫做 内含子给它去掉了 好 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第一型的内含子剪接过程 那同一第二型内含子剪接呢 分身课本连他们都不想谈 他只告诉我说 跟第一型剪接很像啊 但是有一些许不同 好 再来第二个部分 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真的学 MRNA的剪接延伸 那么我觉得夸套三 比刚刚那个第一型第二型 还更有倍的价值 好 剪接体内含子的剪接过程 我们要先稍微复习一下 重要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来同学请看一下 你现在看不到是有什么 12456这几个东西 再讲一次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们一个东西叫SNRNA 好 同学SNRNA呢 加一些蛋白质 合起来我们叫做SNRNP 哎呦写错 来SNRNP 这个好几个SNRNP 好几个 再加上一些蛋白质 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简接体 好 希望这一块小小的复习 可以帮助同学更了解 等一下发生什么事 好 等一下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们的内含子 大家知道 它其实是有一个头尾特定的序列 这个头尾特定的序列 请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A 在内含子的五prong端 内含子的五prong端 讲得莫明白了 是内含子的地方 来看 GU 好 这个叫做简接捐助序列 三prong端的地方呢 则是有AG 叫做简接接受序列 好 那当然呢 你光靠GU跟AG 这个才两个 两个含氮碱基 这种序列一定很常见 其实还有其他帮忙 简接体内含 就帮忙它辨识的一些部分 所以此外还有 其他简接体内含子的 共同序列 刚刚是已经讲到 共同序列的概念 就说 你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找到相同的序列 而且它有同源性 也就从祖先那边 就已经一路演化而来的 好 所以这各特定的共同序列呢 会适应特定的SRNA 好 比如说U1的SRNA 会跟5'端的 剪接捐助序列相连接 那往下看 所以你看一下第一个 U1 SN RNP 利用它以后的RNA 辨别5'端的剪接位 内含子的5'端 再来 U2 SNRNP 辨识的是怎样 3'端的剪接位 上游的分支位点 上游的分支位点 然后什么叫上游的分支位点 同时其实你会发现 这演化上绝对有关 因为刚刚你看到第一型内含子 请问 它是直接 我举例来讲好了 是那个内含子 头尾这样直接切吗 不是哦 它竟然是怎样 我今天切下来的时候 是利用 你看这个鸟杆 我在中间的地方 然后跟你的头发生反应 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 你这个头裸露出来的枪肌 才在跟另外一侧的 磷酸剂产生反应 把我这一段内含子 给它整个切下来 然后不要 所以同意注意到 我要你看的是这一块 看这一块 从来就没有在边边 直接边边切 应该是一个动作就好 没有 它竟然要两次 这两次的动作 就在演化上保留下来 一直到剪接体内含子为止 所以等一下看图会更清楚 好 接下来请大家稍微背一下 12456 12456 好请看 第一个 这边有456的SNRNP 三连体 三连体 那因为1跟2 刚好跟头 然后也没有到尾 2号是到分支位点的地方 好 那16把U6把U1替代掉 好 然后再来怎样 U1跟U4 两个人就离开了 那U6呢 也会再将U6SNP 会再将分支位点的线嫖铃拉出 以进行后续的反应 好 那也一样 发生两次的转子化反应 两次转子化反应 第一次呢 发生在线钢2号碳上面的OHG 打断五波龙端剪接位的 磷酸二指剑 借此切断RNA链 然后形成一个很特殊的 大家再看一次 非典型的 非典型的五波龙端 二波龙端的剪接 以前有考过一次题目是说 内含子被切断掉下来的时候 它打断什么 它的间结是 五波龙端跟三波龙端 由于这个是一般 核酸长链里头的 核甘酸间结的位置 所以很多同学都直接说 对对对对 错 这个是错的 等一下看图片 好 再来看到U 第二次呢 则是由外衔子新形成的 三波龙端枪击 打断内含子三波龙端的 剪接位的磷酸二指剑 然后内含子掉出来 然后两端外衔子结合 那请注意哦 新形成的内含子会怎么样 有圈环构造 称之为套索状 这个要背一下 套索状 所有普生课本都不提这个字 但是大家都有画好 这个套索状 这里头再强调也是 特殊的五波龙端 跟二波龙端的间结 好 再来看到G跟H G跟H的部分 G请大家看一下 U6SNRNA需要 来请看 特定的特定磷酸基 以及将两个美离子 放在正确位置 是两个转子化反应所必须 美离子有来帮忙 好 最后看到H U5跟U6的SNRNP呢 最后离开 好 再跑去找到刚刚离开的U4 SNRNP结合成三连体的状况 啊U4刚刚能去哪里的 U4刚刚前面有讲过啦 他跟谁跑路了 跟U1跑路了 有没有哦 好 这边记一下 好 如果刚刚看文字还不懂的同学 立刻我们可以跳到图片的地方来看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同学看一下 头 尾 好 头尾 好 头尾都有 UGU AG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分支点 分支点 这像不像第一型内涵子的 所谓的 一个位 一个活性位的结合处 好 很像 好 同学请看哦 一号接到五波龙端的头 二号接到 分支位点的地方 好 然后再来呢 请看 诶 一二 好 再来四五六 同学你看四五六上来了 四五六上来 五六上来之后呢 四号你看 跟谁 跟U1 私奔去了 好 讲难听一点 就跑掉啦 就跑掉啦 那请问 这个U5跟U6呢 会找谁 找到U2 好 找到U2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 诶 我一路这样子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 套索状的样貌 同学真的 你有没有真觉得 这个跟第一型 真的很像 好 拉完之后呢 这套索状的部分 这边当然是OHG OHG在干嘛 再过来这边 再把它切断 把它切断 然后联合成一个 完整的构型 联合成一条 完整的RNA 但是这个intro 记得要被丢掉 要被丢掉 至于这个U5呢 帮忙完之后 它暂时粘在上面 二跟六 则是跟着套索状 一起离开 最后才分开来 跑掉 好 所以你看最后 当然Exxon完成结合之后呢 U5也得要离开 好 那再强调 那两次转子化反应呢 来同意第一次转子化反应 就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U2跟U6结合的时候 这边被咔断 然后留下枪击 这就是一个转子化反应的过程 第一次反应的过程 第二次呢 则是因为 这个 这个 从这里接过来 好 所以又把人家的 磷酸二姐姐切开 又产生第二次 转子化反应 这样子 OK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在最后面的地方 就差不多可以结束 请看到剪接体的部分就好 好 剪接体 大家看一下 有分主要剪接体 跟次要剪接体 好 主要的话 就是刚刚学到的 1 2 4 5 6 1 2 4 5 6 背顺背手 背顺背手 那靠他们切的呢 就叫做U2型内涵子 U2型内涵子 因为刚刚大家有看到 U2会留在 它的分支位点那边 等待一段时间 好 然后再看到次要剪接体的地方 次要剪接体有 这一堆 11 12 然后还有什么 U4 ATAC SMRMP 这个有的真的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次要剪接体 就是等于说 刚刚的 1 2 4 5 6 现在改成 U1 U1 2 2 U4 ATAC 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是分身课本才有的 就太细了 OK 就太细了 好 那所以 它的确是有对应的 而且你看 这个也有换 U6 也不是原来的 U6 ATAC 这真的太细 太细了 好 所以呢 如果有次要剪接体 辨识的话呢 叫做U12型内涵子 那 在人类基因组当中 非常非常的稀少 好 在SMRNA的制造 好来 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 MRNA RNA 还有TRNA 由什么样的聚合酶所制造 但是很少人会知道 SMRNA怎么做 请看 如果是U6 则是由聚合酶三号 聚合酶三号 聚合酶三号平常做谁 做TRNA 好 TRNA 则其余的SMRNA 则是由聚合酶 聚合酶 聚合酶 2号转入而成 来 请问大家 2号平常喜欢转入什么样的RNA MRNA MRNA 好 然后再来 最下面B 就是我刚刚帮大家 简单复习的部分 OK 好 那希望这一块 分子生物学 能够理解 不能够理解的 讲实在话 有的事情 背一背 知道一下 你在答题的先后状况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影片说明到这边